欢迎收听雨色新养生 到了气离止善人才两师 你好奇或迫切需要的解答 也许就是在这一本 雨色所出版的新书 灵修人关键报告 这次雨色收集了107位 灵修人个案学员所最好奇的 灵修教战手册 告诉你所有的灵修问题 阅读完这本书 你也可以成为一名灵修达人 赶快的上伯克莱金时堂 来购买这本 由四十文化所出版的 灵修人关键报告 心灵的养生来自于宁静 身体的养生来自于简朴 每天简单一点快乐一点 你已经走在身心养生之道 欢迎收听 雨色新养生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 雨色新养生的节目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安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8点04分 你所收听到的节目呢 是每个礼拜五晚间8点 在欢能网路心灵电台所播出的节目 那今天的节目呢 比较特别 今天的节目呢 是采直播的方式 所以雨色呢 跟大家呢 是同步在空中 来跟大家来节眠 先跟线上的朋友 来道个晚安 线上有 德宏晚安 还有史林玉晚安 还有季香 燕儒 还有郑宏 还有文娱 还有景云 还有卢贵 还有怡卢 还有迎贞 还有小柔 还有丽华 还有张伯玉 还有黄维 还有乔乔 还有瑞远 大家晚安 好 如果还没有 我没有点名到呢 就是欢迎在上面留言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是要跟大家来谈一谈 就是母娘好威 灵修派 不可思议的力量 在谈这个 这个议题之前 来跟大家来分享 我前阵子发生的几则故事 每一年的神明的圣诞 不管是观世音菩萨 瑶斯基姆 或者是无极老母圣诞 我都会去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就是对很多人而言 可能神明的圣诞 它就只有那一天 可是对我而言 我可能需要花三个月 到两个月的时间 来做一些准备 那你一定会问我说 余圣 那神明圣诞 不就那几个礼拜吗 你再忙 可能就是那两三个礼拜 再忙 那你到底在忙什么呢 每一年的神明圣诞呢 其实我都会去 让自己净空一下 我觉得这个是让自己心 回到那种宁静状态 我觉得对我而言 是非常重要的 那尤其是当神明 祝寿圣诞快到的 大概前两三个月左右呢 我就会开始做一些准备 但是那些准备是无来由的 如果你问我说 余圣 你到底要怎么做准备 老实讲 我还真的不知道 怎么告诉大家 那我每一年呢 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我都会先跟神明上香 我会跟母娘来上香 然后我就会跟母娘说 母娘啊 那个您的圣诞呢 已经快到了 那我想要来为你 来做一些准备 那请你给我一些讯息 或者是我会说 母娘你请你引导我 每一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在为这一天来做准备 我几乎每次都会讲这句话 那我记得今年的圣诞 就是还还蛮特别 就是今年母娘圣诞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 就无来由的就觉得说 我想要去环岛 就是几乎每一年母娘圣诞的时候呢 我一定会到花莲 那个慈慧堂去 没有例外 只要母娘圣诞快到了 我一定会抽空 一定会开车 去到花莲慈慧堂 所以我几乎每一年都会到 花东去走一走 但是去花东 花东走一走 其实并没有什么困难 但是我很顺从母娘给我的指示 就是母娘告诉我怎么做 我就会去这么做 那今年还有一件事情的比较特别 就是因为前阵子我找了陈立川博士 那他在讲这个生酮饮食 那在邀请陈博士来到我的雨色工房的时候呢 其实我已经在做简单的清断食的这个饮食习惯 所谓的清断食就是我尽量让自己呢 一天空腹16到18个小时左右 几乎 那就是我可能一天就吃早餐 那中餐晚餐就不吃 那几乎每天变成说我都会空腹 至少会18到16个小时 那就是我把它称之后叫做清断食 那这个清断食其实也不是说什么东西都不吃 就是我会吃像莲藕粉 或者是说像坚果 或者是像芝麻这种熟芝麻 就是我会尽量让自己的身心保持一个状态 那么你会问我说 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 我也真的不知道 就是我很自然就是会做这件事情 对很多人而言说 一天空腹18个小时 那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可是当你进入到这种状态当中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去决定说 我不要 或者是说好像很辛苦 其实不会 真的我觉得 当你的身心进入到那个状态的时候 你会很自然的 你就是会做那件事情 然后会开始 那时候我记得我还大量的吃那个黄姜粉 因为黄姜粉 就是黄姜粉 就是你们现在看的这个直播 左边画面 左边不是有一个木头汤匙吗 那它上面的黄黄那个就是黄姜粉 在很多的咖喱印度香料里面 几乎都会放这个黄姜粉 它主要是在消炎 杀菌 然后还有就是养颜美容的 那我就开始吃这些东西 然后会加椰子油 椰子油加姜黄 这样吃 那些东西都是无来由的 也不是我看了什么书去做这件事情 没有 我就是发生 我就是会做这件事情 然后一直到了成立传博士来办奖座之后呢 我就隔天我就开始喝防淡咖啡 就是每天早晚各喝一杯 那也很神奇 就是现在我的食量更小了 从早上跟晚上之后呢 早上跟中午就是都喝防淡咖啡之后 晚上我几乎就是都不吃了 就晚上吃非常少 像我今天就吃也是非常少的量哦 那还是维持18到16个小时 所以这种身心的改变 我觉得那是因为你臣服 当你真正的相信神明的力量 而你臣服于这个神明的力量的时候 你的身心会做一些改变 这些改变你不需要去做什么 它自然而来就是会发生 那所以我很感恩灵修 灵修给我很多很多很神奇的事情 那因为我刚才提到的是我一天只 就是只有吃18到16个隔餐 就是断清断食 18到16个小时 那后来我就跟我朋友 大概有几个朋友 就是我们就开车 就从高雄开始 就环岛 就是环岛一圈 那其实我一直在等说 环岛其实没有什么困难 那去花莲慈味堂也没有什么困难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件事情 是母娘希望她让我发生的 那其实有时候神明 她不会告诉你这么多事情 但是因为你臣服了 所以你必须要学会等待 所谓的臣服就是等待 那后来我们一心人呢 就到了台东 那到台东之后呢 因为我这次计划呢 本来就是要到东木工的那个天池 东天池 去看看他到底有什么样 不可思议的力量哦 我去过了像雪上的天池啊 还有那个 南投的天池 我都去过 那这些故事在明年吧 就写写在我的书中 书里面 我告诉大家说 其实我在走这些的这些天池 还有惠灵山的时候 发生哪些神迹 不可思议的故事哦 那 那时候我们一心人呢 来到了这个东天池时候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哦 那很神奇的 他们竟然告诉我说 今天啊 刚好是富士山母娘的圣诞 哎呀 我就很很惊讶啦 说哎 怎么这么巧哦 因为老师讲 富士山母娘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一尊神明哦 怎么会有这一尊神明 那就有人来告诉我说 哎 请问一下 你是因为知道富士山母娘 所以你今天专程来到这个地方的吗 我说哎 没有耶 我说我其实今天就是蒙着这个乱蒙就来到了这个富士山母娘啊 因为东木公他下面有一个天池宫吧 那个天池宫他就除了供奉东木公之外 还有供奉这个五母 但是他的五母里面呢 还有一尊所谓的富士山母娘啊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神奇的 那我说真的没有 他说怎么那么巧 他说这是个女孩子 他说怎么那么巧 他说那其实这个富士山母娘呢 台湾很多很多人都不知道 而且他是在沉山哪来 就是非常非常 荒郊野外的地方 老实讲你连拿手机 到后来都会没有讯号的地方 你手机是打不出去的 然后更不用谈什么网路啊 GPS 他说很多人来这边都是迷路 为什么你可以开车来到这个地方 他还问我说你有没有迷路 我说没有呢 我就一路就是很很顺利的就来到这个东木公 这个天池宫哦 好 然后后来呢 我们就一行人呢 就要到这个天池去 然后 因为当时呢 这个他们的这个住持 是一个阿姨 一个灵机 这个灵机呢 他就跟我讲说 你要上山哦 是一件蛮危险的事情哦 因为从天池宫到这个东木公的这个天池哦 你光是走路 就要一点五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哦 然后来回当就要四个小时左右 他说呢 其实很多人是走不到那边的哦 因为他 那个路径是非常非常不好走的哦 那你们三个人又没有穿雨鞋哦 他前阵子又下了大雨哦 所以这些雨呢 都是从天池里面留下来的哦 如果说你们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鞋子的话呢 可能上不了天池 那当时听的时候呢 就觉得说 如果天意是如此哦 那我们当然就臣服了哦 但是因为我们人都来了啊 总不能说又回去哦 好那我说好 那我们还是去哦 那我们三个人当中呢 其实没有了一个人穿的是登山鞋哦 像我就穿一双的是休闲鞋啊 那我一个朋友呢 他穿的是拖鞋哦 没错哦 就是你认识中那种蓝白拖鞋哦 那有 另外朋友他也是穿的是比较轻便的鞋子哦 所以我们根本都没有准备好要爬山射水这个动作 那那个阿姨呢 这个住持呢 就很很紧张的告诉我们说 你们到那边之后呢 你们会先看到了这个母娘池 吴母池 到了吴母池之后呢 你可以下去玩水 你可以下去玩水 但是你一定要去跟吴母池这个神明来跟他禀说 你必须要到这个东木宫的天池 那吴母池这个吴母哦 他会允许你哦 那你到了另外一个转角之后呢 他有一个石头 那个石头呢是谁 哪一尊神明呢 在安住在那个地方呢 他说是玄天上帝哦 帝亚公安住在那个地方 他说你一定要在那边要跟他磕头 要跟他膜拜 然后他如果放关了 你才能够进去哦 如果说你没有 他没有放关 你没有跟他膜拜的话呢 有很多人他是爬不到那个地方的哦 哇 你听他一讲就觉得说 真的啊 灵修派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哦 真的非常非常多 好啦 那我们三四个人就是这样子 就是就准备要散伤了 那因为我们的老师讲 我们真的没有准备要爬山涉水 所以老师讲 我们也没有准备什么干粮啊 只有准备水而已 没有准备干粮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来回要四个小时多 所以我们稍微有准备了一些 像我是准备坚果啊 有人准备了这个苹果之类的 然后 好啦 那这个过程老师讲 就是非常非常辛苦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时候呢 我有一个很深的体悟 就是老师讲 爬山涉水 其实它不难 但是一名灵修人 你在会灵生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你抱持什么心态 在走这段的路程 那是决定的最后 你能不能够得到神助 最关键的地方 像有的人他在会灵生的时候 他就是会嘻嘻哈哈啦 或者是说 跟同袍 跟担的人就是这样 就是 博婚啊 抽烟啊 或者是 就是不正经 那或者是 我也听过很多人在爬这个冬天池的时候呢 他是放弃的 然后就 我不要走啊 什么之类的 那你会觉得说 老实讲 真的 我们的慧灵山哦 年纪大一点的 真的很不适合走啦 如果说你年纪超过50岁啦 以上的 老实讲 45岁50岁以上的人 老实讲 我觉得走走 灵修真的还蛮辛苦的哦 我像苗栗的仙山的那个爬那个 那个楼梯要去拿这个水哦 跟九天母娘拿水 老实讲也很辛苦哦 那环岛也很辛苦哦 那冬天池这个也很辛苦 好 我们一行人呢 就到了那边之后呢 当了那个阿姨哦 那个林姬阿姨哦 特别叮咛我们说 你们一定要下去哦 他说你们几个男生呢 没有关系 你们就 整个人呢 就把他进到这个水里面去 只露出你那颗头 就把你这个头露出来就好了 你要去感受这个东木工 他给你的神力 他说很多人都有去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进下去 因为老实在那里需要一点点的勇气 那他就跟我们讲说 你一定要下去 去感受这个东木工 给你的神力 好 那因为我是走灵修的嘛 那我朋友他们都不是走灵修的 当然我就会下去体验 那我下去的时候呢 真的我坦白讲 我的感受就是 如果你的原神没有觉醒的话 你去 他就只是游山玩水而已 如果说你就是会一点点灵动 会气动 老实讲 你去走这些会灵山的地方 你的感受不会那么强烈 就是看就是看而已 就是提香对白 拿香跟着拜而已 你感受不到这些东西 甚至连大自然的力量 也是感受不到的 但是我下去的时候 那个气会从你的脚底 一直往上冲到头顶 那整个过程当中 我的原神一直不断的不断的转化 你会感觉到那个气一直转一直转化 然后甚至我一直不断的在唱灵歌 然后一直不断的在发出那个灵音出来 就是母娘所教导这个中脉灵音 那个气非常强大 到最后我是收不进来的 然后整个过程都是在水中 在运作 这个前阵子在我的脸书上 有分享的那个照片 好 结束之后呢 我就跟我朋友讲说 你们都已经来了 你们要不要去感受看看 那我朋友都觉得说 不要 就说我不要 因为水嘛 要进去 然后很麻烦这件事情 然后一般我都会觉得说 算了反正你不去 那是你的业 就是你的业力在决定你的行为 所以我也不会去勉强搭 那后来呢 他过了几秒之后呢 我朋友他们就开始脱衣服 他说 于是我要下去了 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好 然后呢 他们就几个人就下去 然后我记得有一个人 他就下去之后没多久 我就跟他讲说 你要不要我帮你稍微静一静 我拿那个东木工天池 这个水来帮你静一静 老实讲 我还是觉得这个是无来由的 就是你问我为什么 老实讲 我是真的讲不出来 但是我知道 我必须要做这件事情 我知道神明东木工 他一定有他的指示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我就拿水啊 拍拍我那个朋友的头啊 肚子啊 我发现他的肚子 那个晦气非常非常重 因为他是有点胖的人哦 他的晦气非常重 然后我就拍拍他的背 他头拍一拍之后呢 我就告诉他说 请你把这个东木工 这个冬天池的水啊 你喝三口 你喝三口 然后他也没有犹豫哦 他就完全的就听我的指示 他就喝了三口水 那另外一个朋友呢 我也是给他拍一拍啦 然后摸一摸啊之类的哦 他也没有说什么 他也说好 就是跟着照做 其实这些动作 其实都很简单 都没有什么 但是其实有些事情 我是看在眼里的 好 结果我们就回来了 我们要回来的时候呢 就发生了一些事情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呢 真的是 我只能说 他是有神明在 在 在决定这些事情 那么是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听个广告之后呢 雨色会再去告诉你 到底东木工 跟我这些朋友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 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你所收听的节目 是华人网路心灵电台 所播出的 雨色新养生 在新养生当中呢 雨色都会介绍 不同的身心灵好书 以及腰房 作者 翻译 或者是编辑 来节目当中 为美味的听众朋友 来介绍 书中还没有说完的 更多的事情 如果你手边 有一些好书 希望雨色在节目中 来介绍 或者是呢 你自己本身呢 从事出版业的工作 有一些好书 希望雨色来做推广 都欢迎跟雨色来联络 好的节目 需要美味的听众朋友 来支持 好书 更需要大家来推广 雨色电话是 0975-256-57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世子文化主编 刘信宏 我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一本书 是有关于赚钱的一个秘密法则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赚钱的科学练习 它是一本已经传承 大概已经差不多百年的 之久的一本 一本著作 欢迎各位能够有空到各大数据 或者是网路书店去查询这本书 赚钱的科学练习 为您赚取很大笔的钱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林金郎 我最近有一本新书出版了 有那个世子文化所出版的 书名是神灵台湾 第一本清静神灵的小百科 那预计在8月27号正式开卖 这本书是用一个比较轻松幽默的语词 来介绍我们台湾常见的 大概30余尊的神明 那我会介绍它的身世 还有一些典故的来龙去脉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上伯克莱或金子堂来购买 谢谢 灵修人到底是在修什么 灵修圈真的很乱 灵修大神们到底有多神 为何有些人修出了生命新境界 有的人却修到了七里只善 人才两师 你好奇或迫切需要的解答 也许就是在这一本 于是人所出版的新书 灵修人关键报告 这是于是人收集了107位 灵修人个案学员 所最好奇的灵修教战所册 告诉你所有的灵修问题 阅读完这本书 你也可以成为一名灵修达人 赶快的上伯克莱金石堂来购买这本 由四十文化所出版的 灵修人关键报告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于是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母娘好威 灵修派不可思议的力量 那在第二阶段呢 要跟大家谈一谈 就是饮水思远回归本位 好啦跟大家谈一谈 就是刚才我提到 我那个朋友的不可思议的故事 我那个朋友他很壮 就是有点漏漏的 那他也非常的很man 所以呢 在回程度上他很正常 他就穿拖鞋 整个路程 整个山路呢 他就穿拖鞋 上山下海 下水 非常的勇猛 到了我们差不多快接近 这个我们开车的地方的时候呢 他突然停下来了 他跟我们说 诶 语色语色 你可以让我等一下吗 我没办法坐车诶 我说 蛤 为什么 他说 我好晕哦 我晕到我站不起来 他说你可以让我等一下吗 我说可以啊 他就整个人蹲在路的旁边 那我说他很勇猛的原因 是因为车子是我的车 但是全程几乎都是他在开的 那他也不会觉得累 他就是一个闷闷的一个男生 年纪就是30出头而已 还蛮年轻的 然后我就说 那你怎么了吗 他说他说不出来 他就觉得不舒服 头就是非常的晕 好 那因为我看在眼里 我很清楚知道 是水的关系 不是水不干净 那个水非常的干净 而且前几天 下完雨 然后又 那个池子非常非常干净 完全是很干净的水 那我知道一定是东木工的这个力量呢 在他身上呢 起了一些变化 那我就只能静观其变 但是我知道他是非常非常安全的哦 好 那后来他就说 好一点点之后呢 我们就要下山了 我们准备要开车下山 其实我们开车下山 不需要再经过这个天池宫 我们可以直接开车下到 因为东天池 他是靠近台东跟花莲 大概再开一个小时半才到花莲 这个路中间 然后其实也不太需要再进入到这个天池宫里面 我这个完全没有信仰的朋友了 他竟然跟我说 诶宇瑟我们等一下可以去天池宫 拜一下东木工吗 诶人的改变真的非常大 就是他可以完全没有信仰的情况之下 诶他竟然说他去拜东木工 我觉得这是 还蛮神奇的哦 然后呢他就说什么呢 他就说我觉得呢 我应该去拜东木工 我说好啊 那我们就去拜东木工吧 好 那我们到了东木工这个庙的时候呢 他就软角了 他一开门的时候 他整个就软角 他就开始吐了 哇 你知道吗 他几乎不只是把当天早上吃的早餐吐出来 他包含连昨天的晚餐 他都吐得一干二净 他吐到什么程度 他就摸着这个 摸着这个围墙 因为他是一个山坡地 他摸着这个围墙 他一直吐 吐到脚软 然后那个 那个灵机的那个阿姨啊 主侍者看了一眼之后呢 他就说 哦 东木工有机器啦 就这样讲 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啦 我应该是说 我不知道他是真的 真的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看多了 那我看我那个朋友的时候 我觉得太神奇了 就是 他这么 这么勇猛的男人 怎么会 又晕 然后又吐 好 到了这个东木工的时候 那个庙里面的时候 我都请示东木工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那东木工他就悠悠了 讲了一句话 他说什么呢 东木工说 我这个朋友啊 对吃这件事情 是不净的 不干净的 那就是乱吃东西 那所谓的乱吃东西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吃东西 他有没有他的顺序啦 甜食 或者是咸的啦 热的啦 冷的啦 或者是 啊 生的熟的 老实讲 吃东西 一定有他的顺序 那比如说 像是 难消化的 比如说 好消化的 你要按照他的顺序来吃 那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年纪 你什么样的年纪 就要吃什么样的东西 老实讲 在我们台湾的 这些饮食习惯当中 老实讲 他都已经不见了 就是老实讲 台湾人 你都是在乱吃的 不是只有 我那个朋友 是这样子 好 那 他一直是说什么 就是说 就是让他吐得干干净净净的 那听了 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这个神明的力量 真的非常非常的 不可思议 好 那我们回程的时候 想说好多了嘛 就是他 我们准备开车的时候呢 他很勇猛 他就把车打开 然后跟我说 雨色我好了 我可以自己开车了 我说 你好了 你都没事了吗 他说对 他说 我刚才呢 又晕又吐的感觉呢 全部都不见了 我已经 像今天早上 刚起床的时候的 就是那种 神清气爽 就是精神状况 非常非常的好 他说 我完全没有生病 也完全不像病人 坦白讲 这些如果不是神机 这是什么 好 结果我们要开车的时候 我就说 如果你真的不舒服 不要勉强 我来开 没有关系 因为毕竟我的车嘛 如果他如果又晕了 如果撞车怎么办呢 我说他没有 我开就好 他说 没关系 他真的可以开 结果开到大概一半左右呢 他说他不行 我说 你又不行了 才刚下山没多久 他说他想要上厕所 他想要大号 他想要出工了 他想要大号 我说 刚才不是刚吐完了吗 怎么又要拉肚子呢 怎么又有东西呢 他就开始拉了 他在便利商店拉了一次 结果我们又到了 快接近花莲的时候呢 有一个休息站 他是可以看风景的地方 他也不行了 他就拉了 那我说 你到底拉了什么 他说 没有 就是水水东西 没有什么东西 好 到了花莲的时候呢 其实已经大概五点多了 那我们就准备去觅食嘛 找东西吃了 你会发现 他的气色就不好了 我问他说 你怎么了 他说 雨色 我今晚上 我没办法吃 我说 为什么 他说 我没有肚子痛 但是我真的 我要上厕所 他肚子是没有疼的 但他需要上厕所 我说 好 不然你先回饭店吧 他回了饭店之后呢 我们跟我朋友 几个朋友去吃饭啊 吃完饭 我们就回饭店之后呢 诶 他好了 但是因为他整天 都没有吃东西 从早上去 天池宫 开始吐之后 他都没有吃东西 到晚上 他都没有吃东西 他就是觉得 他就是想睡而已 他就只是想睡 我说好 那真的 我很清楚 看到他的整个身体状况 开始出现一些反应了 他在进化他的身体 因为他听了我的话 他喝了东木工的天池水 隔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呢 我们几个男生 在房间睡觉的时候 都是穿内裤睡啦 或者是裸上身睡嘛 因为他就是很熟的朋友了 他连衣服都没有脱 他就整个躺平了 隔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呢 我就问他说 你还好吗 他的气色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整个脸是发光的 他告诉我说 鱼舍 我的身体非常的好 整个人就像脱胎 患骨一般 非常非常的好 我很清楚知道 那是东木工的力量 而且我发现说 如果有一个人 他愿意臣服的话 他可以从大自然当中 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 这个就是萨满 就是鸡筒 就是那种 就是巫师的 这种神明的力量 那其实所谓的灵机 就是回归这个本位 所谓的灵机 就是回归这个大自然 但是很少人愿意臣服 老实讲 很少人愿意的 我刚刚有提到 你会淋山 你是不是抱持一颗 很纯净的心 比如说我们几个朋友出去吗 我们几个朋友 我们都是不抽烟 我们是没有喝酒的 那我们也不会去聊是非 我们也不会去聊女色 我们也不会去聊这种 不会去聊 那里面就 我是走龄 我朋友都不是走龄修的 但他们很尊重我 比如说我告诉他说 这个东西怎么做 我说我们去那边庙拜拜 他们说好 那我会说 这个庙里面 你们要不要去打坐一下 他们也都说好 他们虽然没有宗教信仰 但是我告诉他们怎么做 他们都会相信我的话 他们都会照做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相信 那也是臣服 其实我自己在走龄修的过程当中 说我自己对我的学员 或者是像一般来 不管是来问世的人 或者是来上香的人 不管是像观世音菩萨 那场开光的时候 有人来上香 或者是这一场 要吃金母祝寿 只要有人来上香 有时候我会看他一眼 我会知道他应该要什么 那我会点他 包含我的学员啊 我的灵修学员 他们跟在我旁边 我有时候会点他 会告诉他 你应该做什么 但是一般的人 他都不会听进去 一般人就会 哦听听就好了 就是我刚才 我刚才提到那个朋友一样 他相信 所以我告诉他 老实讲你要 把衣服脱掉 然后下这个水 这是一个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气 想想 现在的听的直播 有将近一百位 就是有八十几到九十几位了 想想 如果我今天说 下去水里面 把衣服脱掉下去 你做得到吗 你敢做吗 那我告诉你说 把那个水喝掉 你把水喝三口水 你敢喝吗 老实讲 一般人都犹豫再三 可是我朋友 他完全不会 那我另外一个朋友 他 我也一样拿 那个东木工的天使水 帮他拍一拍之后 老实讲 他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他的情绪起伏非常大 就是他一回来之后呢 他那个情绪起伏 就是暴怒啊 然后就是情绪起伏非常大 然后一直不断不断做梦 就是搞乒乓 非常非常的多梦 那我知道 其实那是因为夺梦 代表是他必须要 让他现实中 没有办法满足事情 借由梦来得到平静 这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所以老实讲 我从那个冬天使回来之后 我有一个 有几个很深的题物 就是我想跟大家来谈 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想要走灵修 请记得 就像你们现在看到 这个直播上面写的 那八个字 饮水思源 回归本位 如果你不懂得饮水思源 你只想 像我每次办餐饮的时候 就很多人说 宇舍我可以来当你的义工吗 宇舍你需不需要来帮忙呢 然后宇舍你们 你们那个道场一定很需要帮忙 我可以去帮忙什么的 老实讲 我不需要 就是因为我很多的灵修义工 他们每年每年 几乎都是很愿意来帮忙 我不需要 但是 他们不会再出现了 就这些人 他不会再出现 那我也遇过有些人 就是 像 今年观世音菩萨开光的时候 就很多人 我不认识的人 有些是我认识的人 就说 于是开光的时候 可以去看吗 我们要去看观音 什么什么之类的 那 菩萨开光 就是没有开放大众场 很多人 就会来问说 他想看开光 但是当你拒绝他的时候 这些人都不见了 他们也没来点灯 也没有来拜菩萨 那也没有说 就是你会去思考说 到底他们是以一颗好奇的心 来看这个菩萨开光 还是以一颗 看偶像的心态 来看语色为菩萨开光 还是说 他们真的心是信仰的菩萨吗 老实讲 这么多年来 我看了很多 其实我相信 大家听我讲 大概都有答案了 就是 什么是信仰 什么是以法为依规 什么是依法不依人 这些话 大家都听到耳朵快烂掉了 但是你做得到吗 比如说像今年 菩萨开 母娘要圣诞的时候 还是有人会说 语色你的脸书 我常在关注 语色你的那个 我很认同你的理想 什么之类的 那今年我可以去 今年可以来参加你的 这个圣诞 然后当义工吗 什么之类的 那我们说 可能不方便 什么之类的 这个人就不见了 然后 那你 就是看到这个眼里的时候 因为已经很多年了 因为我已经看至少超过上百位 这种游戏已经看上百位了 你会发现说 其实 人心难度的原因 不是说神明不愿意度 是大家 很少人愿意真的是 臣服 神明 很少人愿意说 我今天要走灵修 我把神明 当成那么一回事 不是 大家只是好奇 我好奇 我来了 我能不能有神通 我好奇 我来了 一次就是母娘 或是雨色 是不是可以 给我开天眼 然后明天开始 我就是与众不同 这种东西 我真的看太多了 所以我用 饮水思源回归本 我就是要告诉大家说 如果你真的想要 想要走灵修 如果你真的想要去了解 灵修到底是什么 请你必须要臣服 那 如果你没有臣服于神明 比如说我刚提到 是母娘圣诞时候 我每年我都会去祝寿 每年我一定会回到花莲去 因为 雨色工坊的母娘的香火 是从花莲的慈慧堂把它分来的 那 我的一切的一切 我的生活的一切 我过的这个生活 都是母娘给我的 虽然她不是我的主神 但是她给我的一切的一切的一切 不管谁信不信仰母娘 或是有人喜欢来雨色工坊听讲座 有人来这边上课 这一切一切都是母娘给我的 所以我必须要饮水思源 所以我从来不会说穿道袍 或者说让人家觉得说雨色很厉害 或者说我常常拍那种很艺术的照片 说雨色就是有神迹 雨色就是很厉害的人 雨色很帅 什么之类 当然我没有很帅 就是雨色怎样 就是我不会去彰显我是谁 可是我很努力推母娘 就是我很推母娘 灵修法 就是有一天我往事的时候 我希望让更多人看到是母娘跟灵修法 不是看到雨色 所以刚好透过这个故事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说 你信仰生命 你真的是一颗虔诚的心吗 还是你是好奇 好奇雨色 好奇母娘 好奇来看开光 来看灵修派开光 到底什么样子 来看灵修派的菜长什么样子 如果你的心态是这个样子 我相信你得不到什么 那第二个就是要分享是说 如果走灵修的话 最好一定要一个灵修老师带 就像我刚刚讲的 就是我带我朋友去 他们喝水了 那我帮他们灵疗 那当然后面还有到花莲池 发生一些不可思议的故事 这些这些 坦白讲 如果我没有带他们去 他们完全没有体会 就是游上玩水 所以线上如果有些朋友 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走灵修的话 请记得一定要跟随一个好的老师 让他帮你度过你生命中的许多的关卡 有些的灵修很多的疑问 老实讲 如果没有老师带 你是走不出个所以然的 那如果有老师带 老师讲 你会很快的进入状况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听个广告之后呢 继续回来 来跟大家谈一谈 今年母娘 谈你 要做的哪些事情 我们先休息一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世纪文化主编刘信宏 我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一本书 是有关于赚钱的一个秘密法则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赚钱的科学练习 它是一本已经传承 大概已经差不多百年之久的一本 一本著作 欢迎各位能够有空到各大数据 或者是网络书店去查询这本书 赚钱的科学练习 为您赚取很大笔的钱哦 大家好 我是陈立川 我是中华民国能量医学学会的理事长 最近的这一本叫做 脂肪与油救命圣经 教大家吃对油 然后要吃够油 吃好油 把一些不好的油 从家里的厨房丢弃掉 在外食的时候如何保护自己 不要去吃到那些不好的油 低油 低脂 少盐的生活已经过去了 过去70年 实验下来的结果 并没有对我们的健康有所改善 你想要多知道这方面的知识的话 博客来 成品等这些网站 去购买我的书籍 谢谢 你好 我是雨色 今年我出版了一本新书 瑜伽禅定灵修一段不可思议的能量旅程 瑜伽是未曾经历的下身力量 灵修人没练过的瑜伽训题 我分享我的生命历程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清楚的知道 修行跟你的身体是可以完全的结合 这本书已经由世纪文化所出版 希望每一个走在灵修路上 还有瑜伽路上的朋友 可以亲自来阅读这本好书 于是我诚挚地推荐给你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星星球的总编黄丹丽 我们最近重新出版了一本 我们在出版社的好书 推荐给大家女人的身心疗愈地图 这本书呢 它是介绍全方位的骨盆治疗 整合你的女性身体 然后为你唤醒生命的 也性的活力 这本书增加了相近的图片 还有使用说明跟练习 让大家可以到国客来金食堂 已经成品 各个的各大网络书店购买 谢谢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你所收听到的节目呢 是雨色心养生的节目 哇时间过得很快哦 再过17分钟就到9点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要到告一个段落了 那剩下一点点时间呢 我们要来回答一些的问题哦 好那线上有人再问一个问题 他说谁缘 佛度有缘人不是吗 那我趁这个机会就要回答 反问一个问题啊 那什么叫做有缘 那什么叫做攀缘 那请把攀缘跟有缘跟随缘 把它搞清楚再谈这个问题哦 如果连攀缘随缘哦 那这些这些定义都搞不清楚 那就不要随便讲 佛度有缘人哦 什么叫缘 什么叫做有缘 什么叫随缘 什么叫做攀缘哦 如果搞不清楚 那就不要把这句话挂在嘴巴哦 代表是你是不懂的哦 把这句话搞清楚 记得再去看一下佛经哦 佛陀里面 有曾经有去讲过一个 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一个 一个 一个印度人哦 那他也是跟佛陀谈了这个 所谓的佛度有缘人 这个有缘人啊 那佛陀在今天当时有跟他谈了 就是什么叫做攀缘 什么叫有缘 什么叫随缘 请把那句话把它搞清楚 再谈这句话哦 修行有很多的定义 老实讲真的不是你想那么简单哦 那如果我还是讲那句话 就是你已经超过50岁以上 45岁以上了 记得如果你的灵修 还没有到达一个境界的话 那真的就是你的观念 要稍微调整调整 当然不是说余生讲话好直接哦 灵修是很很写实的 就是说他是就怎样 他不是就怎样 我是说他有很多很多的 就是老实讲 我看了很多人来来问 或是很多人来问了一些问题 有时候你会想要去告诉他 就是你的东西是要被调整的 但是你知道他的音缘还没有到 那你告诉他了 他也不一定听得懂 那你不应该听得懂 你只能等待他 因为他就是听不懂啊 那听不懂怎么办 那只能让业力去决定 他有一天他一定会发痒 那什么时候发痒 我不知道 所以佛度有缘人 请把有缘 水缘跟攀缘 这几个定义把它搞清楚 再谈佛度有缘人 好 再剩下20分钟呢 来谈一谈主线拔度的问题 主线拔度的问题呢 就是要回答有些人的疑问 就说 有人问说 我们每次他做超拔超拔 那每年都在做了 那主线怎么都拔不完呢 那在做超拔的时候呢 主线到底到哪里去了呢 对啊 我讲就是说 其实我刚刚提到就是说 我们一起呢 有和到了花莲嘛 到了花莲吃贵堂 跟圣南宫之后呢 有发生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因为时间的上关系呢 今天就没有办法 跟大家谈论这件事情 那还有一件事情 是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有做了两天一夜的小闭关 在那两天一夜的小闭关当中呢 发生很多很多 我觉得是我走灵修以来 算是 算是真的 我很难解释一些事情 那这些故事 因为时间关系就没办法分享 因为最后只剩下14分钟了 会把这个故事呢 都写在明年的我的新书当中 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继续的 可以继续的支持我的灵修的书 那如果我的灵修书七本 你都还没有看完的话 建议你可以去把那些书把它看完 相信对你的灵修会有很大的帮助 现在谈一谈就是有人问就是问说 那个祖先怎么都超拔不完 那到底祖先要超拔到什么时候呢 任何的法会都是一样 不管祖世者有多大 或者是祖世者他的 有没有什么神威 祖先如果他是到了一些不好的地方去 或是不管是业力的牵引他到地狱 或是到不好的地方去 坦白讲就是任何的法会 是没有办法超拔祖先到天堂的 也没办法超拔祖先能够赶快投胎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可以的话 大家可以在世的时候都尽量做坏事 死后的时候留了200万 叫你的子孙帮你用200万来做超拔 你就很快上天堂了 我相信这些事情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相信应该也没有人认为说应该是合理的 所以大家用一下思维 就大概知道我大概在讲什么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祖先超拔 一个重点是说 到底要把祖先超拔到哪里去呢 其实祖先的超拔 只是把你的祖先的心的苦 把它解开而已 我们换成一个人的角度去思考 就是像你现在 每个人都有自己解不开的事情 比如说阳世间没办法解开的事情 或者是人跟人之间恩恩怨怨 还有对金钱的执着 对物质执着 这些时候其实都会成为你最大的束缚 那我刚刚提到 我有上个礼拜做两天的一个小闭关 老实在那场当中 我看到我感受到地狱的苦 那是我第二次经历了 我知道原来下地狱是长这个样子 那故事很长 我没办法解释 那所谓的超拔 就是让你的祖先的辛苦 把它除掉而已 那祖先的辛苦 新的苦 新的苦闷 还有执着 把它除掉了 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我们换个角度想 就是如果你的父母亲 你的爷爷奶奶奶 他对人世间有很多的执着的时候 我们身为后代的子孙 我们会感受到 那那个感受到是讲不出来的 所以你看有些人 为什么他一直觉得 他好像混沌在过生活 或者是他一直觉得说 他自己 他自己好像很多事情解不开 有时候是因为 跟祖先的连结太深了 那所谓的超拔 就是把祖先的苦把它拔开而已 那祖先的苦拔开之后 他一次就会开吗 没有办法 就像你们听了 我讲一个小时的话 你会马上顿悟吗 或是我终于知道这件事情了 明天开始 我会有患难一新的生活 不可能的事情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还是有 我们的业力在迁移 有时候你听一个人 讲话很有道理 但是我们还是要 我们就只在照做我们生活而已 所以你要不 就是每一年的活动 都要去做 对于就是你尽量透过神威 透过神明的力量 让你的祖先的那个苦闷 把它解开 那对后代子孙会有什么帮助呢 就是又回到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有人问说 为什么要去做祖先操板 我做跟不做 有什么影响吗 我相信这个也是 很多人会好奇的地方 那其实这个 从这个角度来思考 就是有一个很简单的观念 就是说 我们跟祖先的关系 我们跟父母亲的关系 最大连结是在于 是心性上的连结 心性上连结 如果有女生 线上只听直播 有将近一百位 听直播的女生 想一想 你会发现 你的孩子跟你的老公 有些个性长还蛮像的 你的老公跟你的公公 个性还蛮像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到 比如说公公很跋扈的 很大男人的 那他的儿子就很大男人 那如果说就是公公 就是比较优罗寡断 比较扛不起这种重担的 孩子就会跟他一样 有没有 其实祖先跟我们这个连结 其实是心性 比如说 祖先爱喝酒的 奇怪 他的后代子孙也是爱喝酒 这个就是 人跟人跟祖先之间的连结 那在做这个报恩 或者是所谓的祖先操把的时候 他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把我们跟祖先之间的 不好的业把它把它冲淡掉 比他淡一点点 那当我们跟祖先的业 比较淡的时候呢 我们比较容易去做 我们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不知道像线上 有没有人有那种感觉 然后就说 呃 呃 那在做祖先操把的时候 就是把我们的业把它冲淡一点 就是说 把我们的心性 把它跟祖先的连结 不要那么的强烈 所以我常常跟 我每次教瑜伽的时候 我每次在教瑜伽的时候 我们都做一个磁心光灰项 我都会讲一句话 我不知道这句话 我不知道我学员懂不懂 但是也因为 也没有人问 也没有人问我 所以我刚好趁这个节目 刚好可以来分享 然后就说 呃 就是 呃 我常常讲说 从 呃 从今天起 就是 我生命中没有小人 这 这句话大家都懂嘛 从今天起 我的生命 没有贵人 大家都觉得说 为什么不要贵人 有贵人不是很好吗 所谓的要 你如果要贵人 就要小人 那这是一体两面的东西 我不可能说 我生命中都只有贵人 没有小人 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 你要修行 就是 连贵人 小人 你都不要了 就是 你要回归到 那个很淳朴的 我都不要贵人跟小人 我就是靠我自己 我就随顺 我的因缘而走 我臣服我的因缘 这个就是 你不要小人 你不要贵人 那跟主线的关系是什么 就是 我不要有主线 我超保我主线 我超保我主线的苦 我不要受我主线苦的影响 同样的 我也不要 希望主线来保佑我 所以我常常听到 有人说 他拿香都会跟主线说什么 主线来你就保佑 保佑我就保佑 保佑我贪大钱 保佑我老厨 要全都 我说你如果这样讲话 主线会更苦 因为想想 你的父母亲 如果他没办法有钱 帮你买东西 他苦不苦 他苦 你的心就更苦 这是一个业力牵扯 最好的方法是 主线快乐就好了 主线快乐就好了 所以主线超保 就是让主线的 心的苦把它解开 那再一个部分就是 你跟主线的业 比较没那么连结的时候 你这辈子 做的你的修行 或是你做的每件事情 你比较自主 你的自主力 比较强一点点 所以为什么要做超保 想穿的 其实不是把主线拔到 你要把它拔到哪去 拔到天堂去吗 不可能的事情吗 我跟他讲 如果能够主线 可以超保到天堂 你就留200万 你死了 叫你的子孙 帮你做200万的法会 不就更好吗 不可能的事情 其实主线超保 就是第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要感恩 感恩什么 至少你还有在活 你要有在呼吸 第二要感恩 感恩什么 你的主线 你可以当人 当人是件很难得的事情 再一个部分就是 既然我们身为后代子孙 那我们不是应该 让我们主线好过吗 我们让主线好过 不是那有金山银山 是他的心不受苦 那这是主线超保的意义 那最后的七分钟 哇时间过好快 我还没讲不完 是不是感觉下礼拜 还要再来讲一次 感觉下礼拜再来开几直播 我来聊聊 因为好多故事没有讲完 下礼拜又要停直播了 加一 如果满50个人 加一 满50个人 下礼拜继续开直播 来谈一谈 这个母娘餐饮的故事 今年母娘餐饮还蛮特别的 因为我们一开始设定是 因为刚好农历7月15号是佛欢喜日 就是渔兰盆解 那本来只是想做一个小共修 就是大家来共修来做一个抱父母 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共修 其实没有要做什么 那一开始设定是我也没有要到场 就是我请一个师兄来当维诺 然后再跟苏先生 因为他们都是佛教徒 那他们在佛事他们的音乐很深 所以他们念经什么都没有问题 只是想做一个小小的共修而已 那后来我们再开始去乱这个活动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菩萨就来了 就是菩萨那个能量 就是一直来一直来 他们讲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只在想这个 祖先超伯的这个小共修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菩萨的能量一直一直来 那菩萨说什么 菩萨说 一开始是母娘先到 母娘就一直降那个讯息来 他说什么 他说八月十五欢喜日的时候 佛欢喜日的时候呢 祖先会到 所以必须要准备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要准备很多东西 哇你知道吗 就听到他一讲的时候 觉得说 其实我们只是想要做一个 小小的一个小共修 可是母娘她不喜欢这样子 母娘她认为说 很多东西是必须要 她有她的规矩的 所以母娘说 当天的如果来参加 祖先超伯的这些人 如果有五十位 那五十位的祖先 他们就会来到这个现场领受 所以我们要准备贡品 花啦水果 就是要准备的这么多东西 甚至要做 灵修派 佛教叫做施食 就是那个叫做 那叫什么 就是要把所有的食物 把它幻化成千上万的这个食物 那灵修派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灵修派有灵修派的方法 如果说 加以五十位的话 我下礼拜再开始 我告诉你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 那母娘讲完之后 就换菩萨进来了 而且菩萨来得很强烈哦 菩萨说 祖先超伯 是因为很多人家 是不平静的 尤其是夫妻不和 还有就是久病的人 其实有时候都是祖先 他们在受苦 所以一定要做这个超伯 尤其是2018年 家里有父母亲或是爷爷奶奶 祖先往生的 一定要 今年一定要做 因为 因为他们的心性 还没有解开的时候 做是最快速的 等等如果已经往生二三十年 你要去超伯 他很困难哦 就是像 如果你看你已经活到八十岁了 不要说八十 你五十岁个性要改很困难 所以小孩子改个性比较简单 所以主 那个 那个菩萨就特别叮咛说 今年 今年一定要 一定要 2018年如果家里有人往生一定要做 那菩萨还有指示说什么 说今年一定要准备甘露水 给那些来参加祖先超伯的人 每个人都要一瓶 然后让他们做完之后呢 把这个水拿回去浸宰 那家里如果有一些酒病的啦 或者是一些慢性病的啦 都可以喝这些水 所以菩萨说 做超伯 除了仪式之外呢 还要来做这个大杯甘露水 还要给当天来参拜的人 所以我建议啊 现场如果说 你们有做祖先超伯的人 不管是报父母恩的啦 或者说有做祖先超伯的 如果说没有做祖先超伯的 你可以列祖先 比如说姓蔡的啦 蔡氏列祖列宗们 之类的 我就一定要做 我自己老实讲 我自己我每天都是在做啦 我每天在做 那这个其实有一段的因缘故事 所以 老实讲 修灵修路真的很困难走 除了自己的业力之外 还有自己的祖先的业 老实讲 那些都要去 它都影响到你的心性 所以修行这件事情 不是真的那么简单 好啦 时间上的关系 现在已经快九点了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边告个段落 今天看下去 好像还没有到 还没有到嘉一 还没有到一百位 那最后还是预告一下 就是说 下礼拜母娘参宜的活动 开始接受报名 那如果说 想要来参加的 可以赶快来参加这个活动 那 当天 平常日 你可以跟母娘搏杯 你可以跟母娘说什么 说你有些问题 想要请示母娘 如果母娘有三个硬杯 那你就可以来 我可以帮你请示母娘说 你的问题是什么 或者是说 你的灵修一直没办法精进 需要人家帮你看怎么样 你灵动 看什么跟你讲 你的问题出现在哪里 也可以 就是现场 我可以请这些灵修的 灵修的义工 来告诉你的灵动哪里灵修哪里出现问题 或者是如果 英元成熟 或许是我本人来告诉你 你灵修该怎么样精进 我必须要讲的是 灵修他有很多的脉络 就是说他有他的这种 很很复杂的地方 真的不是你在看网路啊 听网路就可以 他需要很多人的指指点点 就是告诉你 你哪里出现问题 好了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个段落 希望到九点的时候呢 能够满五十位 目前看应该就十位而已 希望呢今天节目呢大家都还喜欢 再预告一下 我们的母娘的活动已经开始举办了 那尤其是这个 农历七月十五的超宝 也开始进行当中 那现场还有位置 那我建议如果说你的距离 不是很远的话 都建议赶快来报名现场的 祖先超宝 还有报父母恩 那如果可以的话 报名现场就是 菩萨指示会把甘露水送给大家 就一人一瓶 那像去年准备这么多瓶 其实被请走不到十瓶 所以很难请 真的很难请 那菩萨已经开口说 一个人一瓶了 那就大家可以来领哦 好了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个段落 希望大家还喜欢听这集的节目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可以留言 或者是直接传LINE 097526579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个段落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